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眼妝 這個眼妝是用KATE的漸層星際眼影合畫的 這個是KATE這次找我合作的 幫他們介紹眼影還有他們的眉彩餅 他們家的粉底液還有眉彩餅 我是一直都有持續在用的 那他們的眉彩餅他們雖然是寄給我試用的 但是我自己也買了他們的兩個 就是兩個色都有買 生前我都有買 他們的刷子非常非常好用 那眉毛我自己是習慣畫粗一點的眉毛 那今年還算是蠻流行平眉的 只是今年的平眉呢 會在眉尾這邊一點點弧度 不會像之前剛流行的這樣子 整個完全的平過去 但是你畫粗眉的時候 眉尾配合一點點這種弧度 反而會更像外國的那種深邃的濃眉 畫眉毛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習慣把眉頭畫的近一點 就是其實我前面這邊是沒有毛的 但是我還是習慣把眉頭畫的近一點 因為眉頭畫的比較遠的話呢 看起來你的鼻子會比較寬 而且比較沒這麼挺 那如果你把眉頭畫的近一點的話 你的鼻子會看起來比較挺 而且這邊整個輪廓線條會比較好看 那眉頭近的位置呢 如果你不知道要多近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就是你的鼻樑這邊對上去的這點 就是你可以畫你眉頭的位置 你們應該都知道我很喜歡眼影 然後我不喜歡有亮粉的 我喜歡就是珠光金屬光的 那他們的呢就是珠光的 但他們的珠光非常非常顯色到 已經像金屬光一樣了 所以我很喜歡他們的這個眼影 那他們的這個眼影有五個顏色 我的這個色號是GNE 它是偏向綠咖啡 一種古董咖啡的感覺 它還有實用的大地色還有藍色 還有其他顏色就對了 那我是選這一個 類似古董金綠咖啡的顏色 那它這個顏色呢 就是也是很實用 它上面是可以做一個眼頭打亮色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整個底色 然後這個就是畫一些那種小細節的地方 想要有陰影的地方 然後這兩個呢就可以畫臥蠶啊 或是眼頭打亮也都很適合 那他們這個粉質呢是非常細 而且畫上去是超顯色 而且它的眼影的光澤真的很好看 它的光澤不是粗糙的光澤 它的光澤是很細膩很細緻的 它摸起來是偏向軟綿綿的那一種 不是乾的那一種 乾的那種只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眼影太乾不顯色 一個就是它壓得很密很密 那它這種呢偏向軟綿綿的 正常來講都是很顯色很顯色的 那這種軟綿綿的眼影 常常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很容易掉粉 但是這一盒眼影真的不會 就是不會掉粉 不會掉粉我也覺得有點嚇到 因為像等一下的妝容你可以看到 畫的時候它真的沒有掉粉耶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強的 所以今天我就是要分享用這個 KATE的漸層星際眼影和台 還有造型眉彩柄 畫我的眉毛和眼妝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個妝容怎麼畫呢 就請繼續看下去喔 那我會先畫眉尾 眉尾的話我會沾最深的顏色和最淺的顏色中間這個 它這有三個顏色的很好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搭配你頭髮的深淺 然後搭配出你想要的眉毛的顏色 就先放在眉尾之後慢慢往前帶 你的眉頭顏色就不會太深了 那眉頭的話我會沾這個最淺色和中間色的中間 然後它這一頭比較粗的這頭啊 不僅能幫你把眉毛暈得比較自然之外呢 它還可以畫鼻影 那畫鼻影就直接沾這個最淺色 你要畫自然的鼻影呢 要從眉頭開始連下來 然後到差不多眼頭的位置之後呢 開始往上畫畫在眉毛下面這邊 製造一個你有眉骨陰影的感覺 那為什麼沾最淺色就夠呢 是因為你從眉頭畫下來的時候 你會把一點點眉頭的粉一起連下來 所以你就只要沾最淺色就夠了 這樣子眉毛就完成 接下來是這一個建成星際眼影盒 首先用手指沾去這一個中間色 畫在整個眼皮上當作打底 接著拿出裡面附的棒子 沾上面這一個像是米白色的顏色 畫在眼頭還有眼睛的前半段 今天的眼影全部都用它裡面附的棒子就可以完成了 然後沾這一個最深的咖啡色 畫在眼尾的地方後半段 然後用它比較細的這一頭 沾下面這兩個比起來比較深的這個顏色 畫在整個下眼皮 沒有臥殘的話就是臥殘的地方 但我沒有臥殘 所以就是下眼皮 然後又一樣這個刷子 沾這一個比較亮的白色 畫在眼頭 這樣可以有開眼頭 讓眼睛眼神更亮的效果 畫在眼頭之後呢 往後 畫在前半段 然後用另外一面 也是一樣沾剛剛這個最深的咖啡色 畫在眼尾的下眼影 跟上面的眼影連接 這個步驟是一個小步驟 但是會讓整個眼影看起來差很多 你眼睛的大小也會差很多 你看這樣兩邊就是眼睛的大小就會差很多 所以有沒有下眼影的差別 這樣眼影就完成 接著就是畫上眼線和睫毛 這樣今天眼妝就完成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